由於蘇迪勒颱風威力比上一次的昌宏颱風更為強大 全台各地都不敢掉以輕心 而台北市政府各單位在防災會議簡報完畢之後 市長柯文哲則是像老師一樣做隨堂測驗 針對災情彙整平台的細節部分不斷提出問題 名測在哪裡 中央有沒有管制 好 那我就問你們 現在總共有幾個ID password 我想過去就是常常發現問題 消防局要叫其他的局處配合 其他局處也是皮皮的 好像一副叫不動的樣子 所以我剛才那個很清楚 消防局在防災他是主責機關 所以他有權力要求其他局處配合 比方說叫你填表你就要填表 叫你要把那個SOP的checklist做出來 你就要做出來 他是檢查你 他做不好他可以要求 他可以直接推薦叫你再改 一定要乖乖地改 到時候不聽話的就送到市長室來就這樣 柯文哲認為市政府的直向聯繫沒問題 但是欠缺的就是橫向聯繫 要求消防局隨時改進災情會整平台的功能 讓各單位都能彼此溝通了解狀況 每個人都只關心自己的工作 但是必要的時候要保持那個有橫向功能 這樣會比較好 所以城市可以再修 把這個功能加進去 因為上一次那個是小颱風 其實沒有什麼那個 這次就真的比較 敵軍好像比較真實的敵人出現了 所以今天是真的要test看看 柯文哲表示市政府團隊要養成一個文化 就是在過程中不斷發現問題然後改進 不需要長官去指示 這樣才能不斷提升市政府工作和服務的效能 記者許超雄台北報導 Sorry 嚇到你 都怪BB寬屏太優惠 每月888 標網120枚 想兩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購物金 上網搜尋BB BB寬屏120枚每月888 送炫彩HD套餐 老年看電影 風運動 玩綜藝 還有臉紅加心跳 再幫你免費建置Wi-Fi 讓全家都可以同時上網 還送1000元7-11商品卡 快打電話找BB